那么下一场比赛是WBA亚洲洲际除量级 118磅 53.5公斤 10回合的拳王赛 首先 我们请出篮角拳手 任平宗人 兰角拳手 任平宗人 来自日本 今年26岁 身高163公分 地长166公分 体重53.5公斤 他是一名拼打型的拳手 职业战绩 15战 9胜 4负 2瓶 KO一次 2014年曾获得过日本新人王头衔 训练年线6年 任平宗人代表的俱乐部是日本排名第一的权管 渡边权管 好 那接下来我们欢迎红角拳手赵骏 好 那接下来我们欢迎红角拳手赵骏 好 欢迎红角拳手赵骏 好 欢迎红角拳手赵骏 赵骏来自中国吉林 今年26岁 身高168公分 地长169公分 体重53.5公斤 他是一名拼打型的拳手 职业战绩 14战 11胜 2步 1瓶 KO 8次 赵骏曾经获得118棒中国排名第一名 WBA122棒世界排名第12名 WBA亚洲洲际拳王 WBA东亚区洲际拳王 WBC亚洲洲际银腰带 IBF一带一路洲际拳王 那么赵骏的训练年线是三年代表俱乐部是大连樱头腾职业拳击 接下来请全体起立 奏日本国国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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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本场比赛的场才 查冷普拉亚德萨 一号编才周海涛 二号编才胡涛 三号编才赵庭芳 朋友们 WBA亚洲洲际锄量级118号 53.5公斤 十回合全王赛 正式开始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啊 今天是2019年9月21日我们是在辽内省铁岭孝兵山市 最近直播 WBA亚洲全王争发赛 现在马上要开始的就是今天晚上的重头戏 也是main主赛 由中国的选手赵军和日本的选手 来争夺 人平纵人来争夺WBA118磅的亚洲全王 那么这两个选手的水平都是非常高的 跟前面的是相比来说 就是非常成熟的选手 那么人平纵人是来自日本非常有名的 渡边俱乐部叫瓦塔塔贝 我们都知道 日本的职业拳击其实比我们中国的水平是要高的 这个是我们是在追赶中 财判认为对方打的比较低 这个人平纵人是日本JBC115磅 现在排名第14的选手 他曾经进入职业拳击以后呢 拿到过日本的四回合 就是C级的四回合的JBC的冠军 还拿到过六回合B级执照选手的冠军 但是他后来在网上升打日本拳王或者这些的时候 他就没得上来 他曾经打过业余 业余拳击是一名拼打型的拳手 那么渡边俱乐部是日本非常强的俱乐部 我们都知道日本有非常多的拳馆 像地拳大阪地拳 大桥欧哈西这样的俱乐部 大桥俱乐部是景商上迷景商拓真 兄弟俩所在的这个俱乐部 那么渡边俱乐部有谁呢 渡边俱乐部的历史上出过内山高志 还有田口良一 这样的拳王 那么现在呢 金口红人 是渡边俱乐部的当家拳手 漂亮 双方的拳手 你看这个就从 出拳的连贯性 防守的紧密度 后来说就比前面的选手要强了不少 哎呀 连续被人点了四五个了 赵军还是应该小心 我们后面再慢慢给大家介绍人凭中忍这名选手的情况 漂亮赵军的左手平勾进去了 双方打贴靠 那么赵军为了备战这场比赛啊也是吃了很多苦 我听说他减了大概有十公斤啊 那么人凭中忍这名选手呢 减重可能稍微少一些 他据说只减了三到四公斤啊 不过他到了还是非常重身上比赛的 他们到了调冰山啊 第一件事就是先去找桑拿 想把这体重给减下来啊 蒸下来 那么昨天在称重的时候 双方选手都是一次过关 漂亮 你看赵军啊 这个拳还是比较多的啊 基辅直摆啊 拳种非常多打击的方向也非常多 马上呢要进入第二回合的比赛 像在渡边俱乐部啊 日本现在我们中国只有一名世界拳王啊 就是现役的世界拳王只有这个 徐灿那么中国历史上是有三名啊 世界四大组织职业拳王就是熊高中邹世明啊 徐灿是现在的现役的拳王 那么日本历史上从1952年白景一南开始 出过92个世界拳王 那么在现在在意的四大组织 世界拳王里面日本有七个人啊 那么我们中国只目前只有六个人 在世界四大组织进入了前15 而日本在目前在今天为止有21个人 在世界四大组织里面进入了前15 就说明说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日本有2500多名注册选手 中国现在注册选手只有不到400人 两名选手其实现在贴靠交换啊 昨天呢这个比赛啊 日本的手机拳击网啊 因为这个人平宗人这名选手啊 他是日本的GBC排名者 又是出自渡边俱乐部 那么所以说呢 还是有一定的名气的 所以日本昨天的媒体 对就是他们的这个垂直媒体啊 手机拳击网对这场比赛 还进行了赛前分析 那么认为呢在这个速度和经验上 人平宗人啊 占据优势 赵军呢是在这个胖气六苦 就是这个拳的力量和体能 和这个力量 还有这个呃 强健身体的强健性上 占优势 漂亮 摆直 又一个 赵军的左拳啊 击中了对手 赵军现在是左摆 然后右手的上钩啊 这个占了优势 又是一个 漂亮 那边村里老师 蹦起来了啊 在技术上 看来这个赵军的贴靠的技术上 这一这几个打击 还是非常清楚的 后直 不过这个对手 也还了一个左手 对手的左直 啊 那么渡边俱乐部呢 其实在五六年前啊 在日本是非常强大的啊 当时他们拥有内山高职和和野公平 漂亮 赵军的后直啊 打动了对手 打晃了对手 那么当时他们有这个 内山高职和和野公平 两个拳王 那么内山高职是在日本 是非常有名的啊 出自渡边俱乐部的拳王 啊 赵军有重要对手的直权 小心 哇 就听听啊 外面观众的呼声就知道 这个比赛的这个技术含量啊 双方的对抗有多强了 那么内山高职呢 这名拳手啊 在日本曾经11次 未免了WBA的世界冠军 他是79年出生的 刚刚退役没有几年 退役两年三年啊 那么今天这个 人平宗忍的现场的这个助手啊 训练师 就是内山高职的训练师 待会儿那么回合中可以看到 嗯 从灵动性上来说 我觉得从技术上来说 其实赵军是占优势的 双方打贴靠的时候 人平宗忍 其实并不占便宜 第二回合结束 应该是赵军这一盒 比上一盒打得清楚啊 打得好 这一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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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第二回合 可以看到 在铁靠中 赵军连续的 左平勾 后上勾 然后后手的直拳 这种连续的打击 其实占了上风 对手其实在反击中 也有 比如说后手的直拳 但是主要是 单的反击比较多 所以从掌控性来说 肯定是赵军占了优势 在第二回合 第一回合双方差不多 赵军后手 连续左手三勾 后手漂亮 左手的一个直拳 任兵宗人向前 任兵宗人 任兵宗人 漂亮 赵军的前摆后直 又是后直 赵军现在撤着又上勾 这就是日本拳手 顶着头向前打 绝对不退 双方 赵军的后手上钩 命中了对手 我们在历史上 中国拳手 其实跟日本拳手的比赛 日本的高水平的拳手 到中国来 其实并不多 任兵宗人 算是其中一个 那么你像比如说 以前 忠宇孝文 到中国来 曾经跟 伪先前比赛 那么伪先前 当时输了两条 WBC的 洲际腰带 熊超中 去日本比赛 跟那个 熊超中 升了两个级别 跟日本的 世界拳王 内腾大入 挑战内腾大入 输了 那么他跟 粉川特也 粉川特也 当时日本的 115磅的 日本冠军 熊超中 也没有赢下来 那么还有 熊超中跟日本 当时排名第九的 小野心 熊超中也是 升到108棒 他打105的 升到108棒 跟日本的小野心 有了一场比赛 也是输了 在课场 熊超中的三个课场 都是输给了 日本的 就是排名者 以上的选手 那么在今年 3月30号 当时在上海 这个全民四海公司 举办的 中日对抗赛中 当时也是来了 两个日本的排名者 漂亮 刚才这一组 这个赵军 赵军但是对手 这左拳也要小心 追了 赵军要跟上 双方打贴靠 两名选手的 拳锋都非常强悍 不过这个 人平宗人 在职业比赛中 他的KO率并不高 他的职业比赛 是9胜 4负2平 只有一次KO 那么赵军相对来说 有8次KO 赵军漂亮 右手 平勾 双方其实都互相有命中 但是赵军的连得起来 对手感觉连不起来 这是人平宗人的一个问题 漂亮 左平勾 然后右上 其实右平勾 然后左上勾 这两下打得非常好 赵军 赵军现在这个 跟着对手的连拳 跟着对手的连拳连续的进攻调动 然后出拳还是比较好的 任平宗人 后手 赵军在后车中挨了一下 双方交换 回合比赛结束 哇 这比赛打得非常爽 刚才任平宗人 赵军在下后撤的时候 任平宗人的一个后手 也命中了赵军的面部 结束 罢省 赵军 今晚是 对手 extent 令 那么今天3月30号 当时在上海进行的这个中日 全国赛公司办的这个中日对抗赛中的 当时日本脚骸老俱乐部 来了两个日本的JBC的排名者 那么乌兰托朗哈兹跟山内亮泰的比赛 就打得非常纠结 当时山内亮泰是日本JBC第13 虽然乌兰赢了 但是到最后一刻 这比赛都是还是有悬念的 山内亮泰现在已经升到日本JBC114棒的第4了 还有呢就是我们国内的 现在比较强的选手拜山坡 被这个日本JBC的当时的排名 第二的金野玉介给TKO了 那么金野玉介现在是日本JBC的 这个140棒的第三 所以说在日本能打到拳王这个级别的选手 目前还只有说像徐灿 像沐村祥曾经来过中国比赛 小心啊 这个宗忍现在贴靠以后 宗忍的右拳的这个命中率开始有所上升 刚才的比赛中呢 是上一回合 这个赵军又被点了两次 赵军呢 其实在贴靠中又被点了两次 赵军的右拳还是应该贴的更紧一点 点了三次了 赵军刚才在后撤步的时候啊 对手这个 一个后手迎击 打在赵军的脸上 哎呦 赵军已经被对手 这一回合被对手点了七八回了 这个右手还是应该上来啊 点完了以后 对手刚才那后手也有一个命中啊 我这一回合有点吃亏 啊 又被人干了 对手左手 赵军回了一个 但是对手的这个贴靠的小技术还是非常好啊 贴完了以后后撤步 左右下潜上钩 对手不给赵军出拳的距离啊 一直向前顶 一直向前顶 然后打小技术 这一回合感觉赵军有一点吃亏了 右拳还是应该在高点啊 或者是往中间还是应该在 格挡的在严密一些 对手的这个左拳的刺 在赵军的脸上已经非常多了 一二漂亮啊 这两拳还是有的 对手的后手也要中了一个 啊 这回合有点苦啊 今天呢 是这个内山高志的训练师啊 小口 中宽也来到了调冰山啊 他跟这个人平中人一起来的 裁判说对手有一些啊 向前孤警的一个动作 警告了人平中人 漂亮 左摆右直 对手这个速度 对手这一回合 对手是提到速度啊 赵军有一点跟不上 对手这一回合 那么现在渡边俱乐部 他这个选手是分为三个档次 在他可以看到他的主页上 那么第一个档次选手叫做枪柄 是冠军 就是这个档次里面一般是世界冠军 前世界冠军 像世界冠军就是金口红人 前世界冠军就是填口良衣 还有一些像袁大辉 像这些就是日本GBC冠军和这个 拿到过日本GBC冠军和OPBF冠军的选手 这有13个人 那么在渡边俱乐部 就是日本GBC排名者有9人 那么再往下是有12名选手 叫做A class 就是A级选手 是有12人 这12位A级选手就是打过8回合以上的比赛的 可以下回可以打这个投钱站的选手了 就可见人家的这个俱乐部 水平还是很高的 那么这个渡边俱乐部是成立于 漂亮 连续两个上钩 赵军 渡边俱乐部是成立于1981年 他们的这个老板叫做渡边军 这个渡边军在2016年到2019年 今天的三月份之间呢 曾经当了一任的日本职业拳机的主席 那么刚刚卸任 在他的俱乐部曾经出培养了四名男子职业拳王 世界拳王和四名女子职业拳王 我们都知道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啊 像内山高志 河野公平 田口良一 田口良一是日本第一个拿了两个组织世界拳王的选手 现在啊 对手啊 就是往前挤靠赵军 不让赵军出拳啊 对手的小的近距离的技术比较好 速度也快 所以对手就挤靠赵军 不让赵军有距离出拳 这个确实是比较难受的 对手的回拳的速度也比较快啊 这可能是从第一次回合开始 对手做出的一个调整 赵军还是要加强左右的步伐 左右的步伐 把这个距离拉开了打 打中拳 因为对手要靠近你的原因 就是说他的速度快 他的拳不中 你要打中拳的话 你要把距离拉开了 要拉这个弓 才能把这个剑子射出去 这就是对手刚才在这个比赛中 限制赵军的方法 那么我们都知道 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 漂亮双方一个交换 互相有命中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 这场比赛前 那么日本的媒体对个比赛进行了一个 你看人家这个左拳回了多快防守 明明赵军这个勾明是有了 但是对手还是回来了 对转一下 转一下打 赵军也许这样是好 步伐再转一下 逆时针转一下打 站住了跟对手进体拼速度的话 感觉不占便宜 漂亮 右手 对手顶上来 顶上来 看对手的一个小距离 近距离的速度还是真快 那么赵军这名选手呢 是现在中国比较好的选手 26岁 他是出身于这个吉林 当过侦察兵 在军队不过意 这里是什么 在军队尔 这个比赛非常快 马上就进入了第六回合 我们看到大连英图屯的选手赵军 他对阵日本来自渡边俱乐部的人屏宗人 人屏宗人是日本115磅JBC排名第14的选手 那么其实他这场比赛是一星战 其实人屏宗人原来是两星选手 因为他刚刚最近输了一场比赛 在日本国内输了一场比赛 所以说他这个肌分有点掉了 也是要到中国来找机会 那么渡边俱乐部的选手左左目连 今年五月份在香港 当时五回合TKO了赵军的师兄 哎呦这个左右被人家打了两次了 赵军啊 当时赵军的师兄马格安 也是输给了这个 跟这个人屏宗人一个档次的 叫左左目连 是日本的这个122磅的第13名的选手 五回合TKO 所以这场比赛也有赵军 为自己师兄报仇的意味 首先呢就是可以说啊 你们可以看到赵军在比赛前 他有四条不同档次的金腰带了 赵军甚至一度进入过122磅 WBA的世界前15 但是因为他的主战级别 其实在118磅 漂亮 这一组打的还可以啊 有个上钩 哎呀 中了对手后手值 还是一个加强防守 比赛前啊 日本方面就曾经说啊 对这个比赛进行的一个分析 日本的媒体的分析 就认为人屏宗人的速度和经验占优势 因为毕竟啊 人家就是日本的比赛啊 打的这个有质量的比赛 日本毕竟是职业群的先进国家 那么凡是在日本打过10场以上啊 比赛的选手 像人屏宗人这样有9胜的选手 都是经验非常好的 那么他们比赛的质量也非常高啊 那么赵军呢 现在是从122磅复归到自己的 这个级别118啊 来进行这个训练 他希望以后把主战级别 放到118或者115 那么河野公平啊 就是这个杜片俱乐部 以前的选手 河野公平就是115磅的这个 WCC漂亮 赵军刚才的左拳 但是马上被主战回了一个啊 好漂亮两个前手 但是感觉日本拳手的这个体能非常好啊 漂亮赵军 来跟上跟上 拉手一个 哎呀 自己晃了 哎呀 刚才是 其实是有机会的 对手感觉像对手有一点跟不上节奏 有点累了啊 可惜最后的全没出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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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那么刚才这一回合应该也是赵军 我觉得赵军还是占了上风 第五回合双方差不多 第四回合肯定是输了 那么仁平宗忍在第四回合的那个技术变化 那个战术变化还是非常有道理的 那么前三个回合呢 我觉得 也都很难输 因为裁判的角度 判法角度不同 那么肯定在主场选手 赵军来说可能稍微有一些优势 毕竟职业拳击里 其实主场选手一般 在双方打得差不多的情况下 裁判都会给主场选手 这一组 但是对手防得非常好 有一个后手进去了 赵军这个拳啊 这个拳啊 前手对日本选手 前手出了的时候 不能这么随意 要不然回不来 可能就不好了 金色拳套的赵军 金色拳套是这个人平宗忍 昨天呢 其实赵军的这个KO率啊 非常高 57点多 那么 但是昨天在那个 比赛前的这个 规则讲解会议上 当时挑拳套 日本方面就认为 中国提供的 赛事方提供这个拳套 其实比较厚啊 不像日本的威宁 哎呀 中了对手三个前手 所以说认为这个拳套 其实不利于KO啊 那么不利于KO的话 就是不利于这个 赵军的这个力量的发挥 所以日本方面还挺满意的 觉得 双方 这一组还可以啊 上钩 对手人平宗忍的鼻子 刚才被他那个上钩 打出血了 阴血了 漂亮 这个直拳很好 任平宗忍这一回合 好像感觉有点 是不是体能有点问题了 赵军 漂亮 防好防好防守好 右手还是要拿起来啊 刚才这一组赵军其实要打得很不错 上钩一个 哎呀 有点随意这个选打的 人平宗忍的鼻子啊 被阴血了 打出血了 后手 双方10秒 应该说这一回合 应该说这一回合赵军没什么悬念啊 这一回合赵军 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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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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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 第八回合的教练 第八回合 那么 在第四回合 人凭从忍一度改变战术 当时拼速度 占了上风 但是感觉后面这几个回合 人凭从忍就没得打出来 赵军在第六第七回合 两次的连贯的进体贴考中 都占了便宜 那么这两回合是非常清楚 目前来说我觉得 那么一二三回合 双方其实差不多 也许二回合赵军占优势 第四回合人凭从忍占优势 但是 五六七 六七两回合肯定是赵军的 那么从清晰打击的回合来说 赵军现在应该是三比一占优势 那么另外的 四个回合差不多 四个回合差不多 赵军还是要小心啊 又被人打了 勾上来 还了一个 跟上漂亮 这一拳就非常重要 要不然刚才这一组就吃亏了 点 互相打 够漂亮 右手的上钩 感觉好像人凭从忍的 这个左眼是不是被打起来了 好像赵军应该是把对手的左眼好像给打疯了 对手的左眼可能肿了啊 对对手的左眼肿了大包 对手的左眉弓肿了大包 所以说对手可能左侧有点看不见了 赵军想办法要不要绕对手的这个逆时针啊 果然对手的左眼 左眉左眉左眉左眼框上肿了一个大包啊 漂亮 一二三 又一拳 再一个 再一个跟上给 跟上给直拳 拉袖 拉袖 又去 哎呦 接着打 接着打 跟上 跟上 人平宗人 人平宗人 还在努力 还在努力 努力抵抗 赵军 赵军还是应该聪明点 对手的对手的左眼都看不见了 对手左眼已经看不见了 要逆时针过来打对手的 又一个平宫 裁判已经上机看了 裁判可能想停了这比赛啊 因为这个对手的确实左眼上框上 要上钩 上钩 不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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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手的这个教练进来停止比赛了 T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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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练 小口中宽非常有经验啊 觉得一个对手的DV T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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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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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 军一次 用自己 成牙中的胜利 为我们伟大祖国 70周年 华诞献礼 为了 一切 结果 成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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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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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很有可能在下个月或者是 好 我们有请 参加年轻 有丁星 是书记 刘 参加 参加 我 我 奉献了如此精彩的表现 我们感觉在赵军的铁拳中永远挥舞的是 哪 哪 哪 我 下面迎北京折天 我 柯子的首饰 成 先生 为优胜者 颁奖 来自日本的选手 任平宗人呢 也是来自日本的一位 一个非常有实力的拳馆 渡边拳馆啊 今天他的表现也非常的出色 啊 我们也再次把掌声送给人平宗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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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这个训练师就是小口中宽 他是培养了内伤高智 日本很有名的一个教练 你看日本选手还是很忠于擂台的 虽然输了 但是也给擂台来鞠个躬 好的朋友们